小二 打刘恒最后两个币啊 小二是两个币 刘恒也是两个币 谁输掉两个币谁就下去了 小二两个币输掉下去之后 他还有两个币 刘恒输掉两个币 那就彻底的被淘汰了 今天晚上是明星队 小二成龙大口 赌成一队 对战失明队 天地微微利成水于刘恒宝 目前失明队还有最后七个币 刘恒两个币 对战小二两个币 牙刀就双方同样的角色 同样的手法 都是选择了牙刀 好的 刘恒对护的一哥血量 能不能出动起来 有机会 刘恒 这个缺反 他没有乱动啊 顿了下 屁网一招 变了刘恒出招了 马上缺反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你很大 没服务啊那比赛不用波都知道阶级了 看了这么久久气了这点事还不都知道的 不用打的我就知道合吃是就打必胜的 前天我也没服务多天晚上也没有服务有事了有事了 那比赛没有完全没什么悬念的比赛 你别想吧97这么多年网站了也有十几年了 能打出来早就打出来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新人进来的 新人都去玩吃鸡玩王者去了哪有人玩这个东西了 能打的都是老人了老人能打的都打了不能打的就纯看客了 从05年网站到现在这么多人 我说不好使对不对那么多人看心里没错啊打成那样还没错啊 神施叶 啊 好了咱们来看今天的场地局来自于特瑞地战留恒的特瑞 加油吧 完了 又没了 太狠了这是往剃头打呀还有一把了 加油 简直是没有什么压力我去 踢头奖励没有没有 没有 后面的保利达大家觉得能能被踢头吗我觉得保利达不能被踢头吧 保达实力要比留恒要高一点的 小孩的两个比现在还没有损失 让 ép Jes 愿远 幸好 我们 加油 这个背踢头有点难看了 装现在是小孩的赠点局 又挨过了 还有三哥不到的剧量 雷龙现在手上有气 小孩也是一个气 但是现在还真的不好做 谁能够稳吃谁的牙刀 加油 那现在来看一下牙刀 被地方跳低 压力上成功了 这里要带走咯 不上不上气啊 流河流的气干什么呀 过年了 兄弟 你就这么确定你的德罗里斯 能够稳吃地方牙刀吗 嘿嘿嘿嘿 好了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旧嫉妒汉对战德罗里斯吧 这个是多天当上线的 嗯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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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想要去他们去 你干什么呢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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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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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之走 社长太给力了 速度也不是很快 你们总是想把一个新出来人物 搞成 搞成科威辣夫 这种积极的 那就也不好啊 刘亨现在被打成乐招 中午前抢招 那么现在再次离风前抢招 实际压力一下成功 特别很赞 小孩这里射 雷射也没有点到地方 刘亨没了 特别还有三气能赢吗 小孩现在 哎呀剃头了 给他点个赞吧